倒反天罡 韩国的火炮居然准备销往美国 以往老亨特只是听说 美国向韩国销售武器和技术 什么时候两国的位置反了过来 原来在最近的韩国防务展中 出现了一款全新的轮式自行火炮 韩国声称这是韩华防务公司 专门为美国陆军量身定制的新一代自行榴弹炮 那么这款火炮的性能如何 未来的美军真的需要一款卡车炮吗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欧阳亨特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些问题 近些年韩国在国际军火市场上 可谓是大出风头 他们生产的坦克火炮 以及教练机等5G被销往世界各地 截止到2022年 韩国军火的出口额度已经超过170亿美元 到了今年韩国武器再次大卖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韩国主要军工集团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 预计年度武器出口额将首次突破200亿美元 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 除了K2坦克之外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K9自行火炮 韩国目前生产有1800辆左右的K9火炮 其中大半都销往国外 正当韩国以为 自家火炮即将在军火市场上大发神威 吃掉更多军购份额的时候 现实给了它狠狠一击 在英国火炮项目的竞标中 韩国K9败给了德国的轮士 RCH-155火炮 这次的竞标失败 也让韩国注意到 相比于K9这种铝式火炮 还有不少国家更喜欢轮式 毕竟铝式榴弹炮 虽然防护能力和火力输出更加优秀 但却较为笨重 不便运输 而车载式榴弹炮 部署起来十分灵活 公路行驶速度极快 越野性能也不错 能够快速实施打了旧跑战术 撤退速度更是远在牵引式和铝带式火炮之上 这一点对于许多公路网络比较发达的国家而言 是十分友好的 而且相较于铝带式火炮 轮式火炮的另一个优点就是便宜 且方便大规模生产 这些优点铝带式火炮无法比拟 因此竞标失败后的韩国 准备自己也研发一款轮式火炮 而此时正值美国陆军开展部队转型 射程更远生存能力更强的远程火炮 被摆在了第一优先级 韩国看准时机立马就推出了这款 号称是为美军量身打造的卡车炮 虽然目前该型火炮还未正式命名 但模型已经被摆了出来 那么现在的美国陆军需要卡车炮这种武器吗 比起了解美军武器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陆军由于长期依赖空军火力 其本身对远程火炮这方面并不看重 陆军目前使用的火炮主要是履带式的M109 以及拖曳式的M777 但由于前者迟迟不能推出新型号 老式的M109在与其他国家的自行火炮对比时 性能上已经稍显落后 而M777火炮虽然有重量优势 但在地面作战的时候 反应速度总归还是不如自行火炮 因此卡车炮这种武器 对现在的美军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对于美军来说 增加部分卡车炮武器 确实能够有效提升自己的炮兵支援火力 因此在2020年的时候 美国陆军就开始寻求一款155毫米的自走火炮 在韩国之前 B1系统公司先行一步 向美军推荐了自己的FH77BW 弓箭手车载榴弹炮系统 因为现有的弓箭手火炮系统相较于其他卡车炮 无论是自动化能力还是射速都是顶尖水平 所以别义认为 美国陆军在购买弓箭手火炮之后 连改都不用改 完全可以直接拿去用 视频的中间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老亨特 你的一个赞和转发都是我做视频的动力 好了 咱们继续回到正题 只不过当时的美国陆军最终并没有下定决心采购 直到2024年 美国军方才重新对卡车炮产生兴趣 并放出招标 此次招标将在2026年决定最终结果 并在2027年开始签订合同 目前参与竞标的选手 除了弓箭手和德国RCH-155之外 还有韩国的新款卡车炮 那么韩国的这款卡车炮 相较于前两位竞争者都有什么优势呢 去了解目前的韩国新型卡车炮 仍然还在开发当中 只是展出了等比例模型 以及预期的设计和功能 因此咱们只能从韩国介绍中 来了解一下这款火炮的性能 韩华房屋公司表示 这款卡车炮的底盘是 泰托拉公司的8x8重型越野车 该车长9.435米 宽2.55米 离地间隙410毫米 整备质量16.9吨 安装有一台300千瓦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高速度110公里每小时 可跨越1.5米障碍物 最远续航里程约750公里 在卡车地盘的头顶 是与韩国K9A2相同的炮塔武器系统 有一门52倍径155毫米火炮 炮塔内安装由美国霍尼维尔公司的 模块式定向系统 自动火控系统 火炮抚养回转都可自己驱动 自动化程度较高 车组人员最少只需要两人就能够运行 且它的战斗权重还不到39吨 美军的C17可以轻松将它带走 非常适合美军全球快速部署的想法 在射速方面 由于这款卡车炮装备有自动装弹机 射速可达到每分钟9发 爆发速度最快则是15秒内3发 可以携带30发155毫米弹药 在使用常规弹药的时候 韩国卡车炮的射程可达到40公里 而若是使用美国制造的M982 它的射程则至少能达到50公里 整个系统的发射准备时间最快在30秒以内 实话实说 韩国卡车炮的性能非常平庸 像个水桶车 与弓箭手以及RCH-155这些竞标对手相比 没有特别突出的性能 但在这三个火炮的纸面性能下 韩国卡车炮却有一个他们无法拥有的优势 那就是价格 老亨特认为 韩国卡车炮价格便宜这个优点 能直击三等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网友们曾无数次给美国各大军种排名 分出个一二三等人 这么做除了有趣之外 也侧面说明了各大军种在国会心中的地位和军费 例如在2024财年 美国军费总额为8860亿美元 其中三等人的陆军 军费为1850亿美元 乍一听是不是很多 但这批军费的重点是被用在美国多余特遣队的建立 以及旅改师的改革中 能够留给新武器研发和采购的资金并不算多 这也是为什么 当陆军在看到艾布拉姆斯X这种烧钱项目时 理都不理的原因 而韩国武器最大的特点不是性能多好 而是价格足够便宜 且还支持贷款业务 是真的把客户当上帝 此前波兰之所以能一口气 向韩国购买那么多K9自行火炮 不为别的就是图便宜且性能过得去 据了解韩国一辆K9自行火炮 在韩国本土的单位成本是40亿韩元 换算成美元还不到300万 即便是将它放到国际市场上出口 韩国也没有胡乱加价 而是继续走物美价廉路线 这也是韩国武器为什么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大卖的原因 目前弓箭手自行火炮的单位成本是1040万美元 而德国的PCH-155则更贵 单价高达1300万美元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 韩国会如何定价自家的新款卡车炮 但老亨特看韩国以往的外销手段 猜测它的价格相比于竞争产品应该是指低不高 毕竟那身为履带式火炮的K9才卖多少钱 而卡车炮本身的效价 就比履带式自行火炮更低 因此在这次的竞标中 韩国产品无疑更具价格优势 如果它能在其他性能方面 也没有比两位竞争者落下太多的话 采购韩国卡车炮 无疑是对陆军钱包最有利的选择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